出動毛巾阻擋 但大量雨水的壓力 還是讓落地窗塊擋不住 從膠條細縫不斷滲水進來 高雄三民區的民眾真的快要崩潰了 發出這影片 這水已經看到 已經滿到接近半個人高 就有網友看到這畫面猜測 該不會是從陽台淹水淹進家裡吧 因為這水位已經跟外牆切齊了 也不排除是因為樹葉卡住排水溝 導致雨水大量堆積 但這一幕的確是很讓人震驚 就怕落地窗玻璃碎掉 而在三民區的大域路上 也是淹得很誇張 從汽車高度就能知道水淹得有多高 而民族像淹水情況同樣嚴重 甚至有車子是已經滅頂了 大社人物附近也很慘 因為有民眾機車被衝走 所以這騎士只能徒步追機車 但是這流速比它的角速還要快 因此相當費力 開米颱風甩進來的大雨還持續在下 因此中南部的民眾還不能大意 好來看到開米颱風對高雄市區影響 真的是很劇烈 能看到在這個三民區的大風路上面 簡直就是已經淹水 而且早上還是直接到達這個小腿 大腿的高度很嚴重 最誇張的是 其實在這裡 整個大風一路跟大橫路路口這一棟民宅 能看到最扯的是他們的地下室 總共兩層有停車場 現在已經完全被淹滿了 就算有防水閘門來擋 也都是沒有辦法來阻隔這些水狀態 完全是來不及的 也讓住戶真的是非常的生氣 認為說為什麼都沒有任何人來協助抽水 另外這個水雨勢也因為非常的湍急 下得非常的劇烈在早上的時候 所以今天真的是完全底下的踩損都無法估計 再加上連大樓其實都是處於停電的狀況 先來聽一下住戶稍早的訪問 是因為我們住平民區嗎 為什麼我看美術館那邊有國軍在幫忙抽水 你去拍那裡那現在這樣子怎麼處理 我們整棟大樓沒有水沒有電 然後家跟我們說會沒有水 然後還地下是 你就看就地下二樓就現在這個樣子啊 就現在這個樣子 好 能夠聽到 其實這個住戶真的是相當的憤怒 認為說為什麼沒有任何國軍警犯 或消防或任何單位來提供協助 不過其實整個高雄市區 其實都是非常的忙碌 因為多處都傳出災情 那麼目前也能看到 其實已經開始有這個管理人員 來到這邊要把防水閘門先打開來放水 不然這個水在地下室淤積更久 其實更沒有辦法來把水排出去 只是現在大樓現在是缺電 甚至有可能會缺水的情況 真的是也讓這整棟大樓 至少粗估有上百名的住戶 是相當的困擾 以上就是在高雄市區最新現場 我們先把時間交回棚內 甩前面就是一片雾茫茫 因為建工路積水的關係 民眾開著電動車 特斯拉勇往直前 以時速十五左右前進 還差點撞到對象計程車 在影片中對話 可以聽到車主說不敢停車 因為怕停下來 反而會進水 不能逃離這個路段 帶你開一段稍早畫面 好 邊開的時候 附駕有人也是很苦中作樂 因為他拍到說 已經有些水是從夾層當中 滲進車內了 那麼少了引擎的電動車 靠電池行走會不會有危險 其實電動車電池都有做防水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也曾經指出說 雖然電動車可以像船一樣 在水上飄一段時間 同時透過車輪前進 但還是不建議這樣子上路 乾脆回家 而且現在只能這樣回去 男子把畢生會的游泳招式 都用上了 打算一路游回家 另外這位男子更狂 他cosplay成美人魚 在積水中不停擺動身子 這裡的水 淹得沒像人舞區這麼誇張 男子還有力氣耍寶 在風雨侵襲下苦中作樂 至於高雄的三明區 淹水災情也很嚴重 從民宅往下拍 大概已經淹了半個車身這麼高 有民眾似乎有救醫 或必須外出的需求 也出動了警銷人員 利用橡皮艇把民眾接出來 目前開明颱風帶來的風雨 似乎還沒趨緩 還是提醒南臺灣的民眾 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抽水機 上面呢 還寫這個海軍陸戰隊防空警衛群 主要是因為上午呢 有這個國軍來到現場支援 如果下午一旦發生這個 極鹽水的情況的話 這個抽水馬達 立刻是可以做這個抽水的動作 而現場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沙包呢 上面呢 也都有很多這個大樓用的這個鋸馬 要好好地把這些沙包給固定住 因為上午這個 所以流進地下停車場 那個場景實在是讓住戶呢 可能感覺上了一個震撼教育 不知道這次颱風怎麼會這麼的嚴重 而現場呢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除了這個門口的沙包之外 這個擋水牆呢 目前閘門也都是一整個 是圍起來的情況 因為其實在上午 除了這個閘門之外 這個住戶也佔了一整排 主要就是為了要好好的 能夠支撐住這個閘門 而我們來問問看這個當地的里長 當時想問一下 就是說上午啊 其實這個閘門已經就是建起來了 為什麼還會有一排住戶站在座 因為早上應該是說 大家住戶發現那個水已經開始進去 他們就才會才開始駕 那當然水往內流的話 就有一個阻力 所以變成說 大家就要站成一排 然後去阻擋這水 然後把這閘門撐著 才有辦法去把這個閘門安全的鎖住 就如果說不站成一排 如果不站著 可能現在下面可能是直接就淹水 淹到整台車都死了 所以早上才會那麼緊張的 大家同心協力 住戶全部就是 矛盡全力 就是把這個閘門 直接用肉體 阻擋它 然後順便 而且那個水又往上噴 然後才有辦法去把它鎖住 對 如果他們沒有這麼做的話 他們那個閘門是沒有辦法去架設上去的 林長來幫我看一下 像這個水閘門 是這邊周邊每一棟大樓都有的設備 對 現在的 應該說現在水閘門 是新社區都一定要必備的 原本就有的 包含我們對面的月城 因為它這個水閘門 如果在大雨當中 如果沒有去遮的話 就是整個雨水進去 像我們現在目前下面 還是一樣到腳踝 那正在做清淤的動作 好 林長 謝謝 其實像這個大樓目前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斜坡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車子停在這個坡上面 可能如果說這個大雨來的話 這樣子的高度相對會比較安全一點 而在裡面的情況 因為目前我們可以知道說 積水大概是還有一點點不到腳踝的程度 這個住戶是說會等到這個它自然消退 如果當然這個前庭是必須這個雨不再下 而這個大樓的住戶 其實也真的非常的謹慎 我們記者來到現場的時候可以看到 在這個車道這邊 也好幾位住戶都輪職在這裡 他們說今天一整天都會派人在這邊來看 如果萬一雨下大 這個水有在淹進來的情況下的話 他們才能夠馬上來做營疫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情形 主播